好,那么经过刚刚大家的实验 你应该有发现 发现什么 你们发现了什么 是不是数字越大 亮度越大,对不对 然后超过255之后 就没有规律,对不对 负数也不行,也没有规律,对不对 负数也不行 负数可以亮,有的亮有的不亮 他没有规律 那表示写这个积木的人 并没有去处理负数的部分 那小数呢 小数行不行 你会发现小数也行 比如说 10.1跟20.8 一定是20.8比较亮,对不对 然后20.8跟50.9 一定是50.9比较亮,对不对 那表示写积木的人呢 他在积木送出资料的时候 他已经做了整数化的动作 所以既然如果他是有规律的 那小数是可以的 好,那如果今天做积木的人 没有做这个整数化的处理 那这时候如果你把那个数字 给送小数给他,那他就会乱亮 亮度就不会一致 好,那就变成你自己要用数学的方式去做处理 类似这样 好,无条件舍去 或者是四舍五入那个数 算出来的数字 那如果他没有处理正负数呢 那你就要用绝对值去把 这个送进来的数字先做处理 好,所以你可以人工手动的方式去把 送进来的数字先做处理 那如果他已经有处理了 你就不用这么麻烦 好,你就不用这么麻烦 好 所以我们在使用硬体跟使用积木的时候呢 各位记得我们之前有讲的规律 对不对 先了解 这个你要控制的硬体 还有了解 你要控制的是类比输出还是数位输出之后 然后你去连线把它测试一下 把线接上把它测试一下 把积木设定好测试一下 然后你在测试的时候呢 要先观察他的规律 找出他的上下线 最小能用多少 最大能用多少 然后有没有规律 上下线跟规律这件事情先把它观察好 确定你能怎么用的 然后再去使用 所以先了解再测试 先观察再使用 这个是我们在使用感测器的通则 通则 所以你使用任何一个感测器 请你先按照这个步骤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实际做一个专案哦 小民总是爱生气 我们就让他可以有这个灯 然后可以练习顺着那个灯光慢慢的变亮吸气 然后慢慢的变暗吐气去调整他的呼吸 那你把速度呢调得慢 那小民的呼吸呢 就会越来越和缓 越来越和缓 他的气就会消了 这是一个管理情绪的一个技巧 那所以我们做一个这样的灯 让送给小民 那小民呢将来一升气就会拿出他的灯 来调整一下他的情绪 调整一下他的呼吸 让心情沉淀一下 那各位同学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如果我们下课很开心 下课10分钟玩得很开心 对不对 那回到教室之后呢 要开始上课之前要把心静下来 你也可以拿出这个灯 来调整你的呼吸 好 那么所以请各位同学来试试看 用PWM的控制方式来控制LED的亮度 然后做一个可以渐渐变亮 再渐渐变暗 往复循环的一个LED灯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哦 开始 实作 我们给各位几分钟的时间 那请老师呢 可以下去寻堂协助一下 大家加油